鱼迷们忙着将一围围的乌鱼装箱出货 每年冬至前后十天是乌鱼的捕捞季节 尤其台中港附近的乌鱼最为肥美 但随着取出乌鱼籽后 数量庞大的乌鱼肉也让价格是跟着下跌 为避免市场供需失衡 台中区渔会就特别和加工厂合作研发 推出乌鱼松和乌鱼斧 专定的就是有添加黄鱼鸡和添加物 让我们吃得安心 因为现在人的饮食习惯有多改变 如果说吃得怕富士 我们用肉吃不着做的时候 小朋友吃得这样 除了有高蛋白质和各种营养分 也没有富士的困料 与会表示制作原料全都是严选野生优质乌鱼肉 坚持不添加防腐剂级黄豆粉 像是乌鱼松口感较为细致 吃到嘴里咸咸香香 更没有鱼腥味 而另一款乌鱼斧则是比较有纤维感 取决购后会尝到满满的鱼腥味 两款产品各有特色 最近更获得农委会水产精品殊荣 吃起来那个蛮细致的 不会有那个鱼的土味 然后或是腥味这样子 乌鱼腑的话 它的那个比较稍微粗一点点 但是有的人喜欢比较有口感的 那可以选择乌鱼腑 那我们的那个乌鱼腑的味道 鱼的味道会稍微有一点点 但是就是会喜欢吃鲜鱼的味道的话 我会觉得挑乌鱼腑会比较好吃 那如果你喜欢说小朋友啊 或一般的话 你可以挑乌鱼腑 它的口感比较细致 就是老少都接鱼 照顾鱼腑这个价格 不要有帮助 先说呢 我们来回馈到我们这个 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 这个吃的这个乌鱼腑 可以说真的有营养 今年呢 我们有得到这个 2020这个海燕水产精品 我们有得到 也因为鱼会突破传统框架 让原本过剩的乌鱼肉 透过加工技术 延长保存期限 不仅让消费者可以品尝到 野生乌鱼松的美味外 也能实质增加鱼民收入 让乌鱼发挥最大效益 记得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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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